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解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当代大学生比赛的一些情况 那么对阵的两位选手张家瑜是来自清华大学代表队的选手 樊湘斌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代表队的选手 我们刚才唐太宁说了这是第十一届比赛了 在北京市高校里边象棋运动的开展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次比赛是有四十多所北京市著名的高校组队参赛 对 然后有53个代表队 然后共计有200多名学生参赛 260多个人 对 260多人 因为正好今天有比赛的原因 我正好没有在北京 要么往年我一般都是要参与一些竞赛的工作 我们北京棋院也是在三天以前有幸参与了比赛 作为主要的支持单位 反正就是说在资金上还有人力 包括竞赛的安排上是全力的支持 在我们北京区院主要的科室方面 就是主管群众竞赛的科室也是全员动员 全程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个比赛 因为说这个比赛还是得到了广大的学生爱好者的认可 特别是今年这个比赛 把这个女子个人改成了一男一女的混双 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像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还有很多学校 北京化工大学 什么北游等等 这个著名的高校都参与了 足三级 这盘棋 也就是说清华代表队 张家瑜这个选手 对阵樊湘兵 这个张家瑜据有了解 是来自山东的学生 今年已经上大四了 他即将毕业 然后他准备 他也后来跟我说 今年下半年已经联系好了 去美国一名 美国一所知名的大学 可能是硕士和博士生联读 然后进一步去深造自己 他也是在学软件管理的系列的 这么一个专业 但是从他的棋上来看 还是体验出相当的水准 红方现在走了一个马三进四 就是对黑方阵型的有一个威慑 我记得原来王天一 他动不动就走一个这个棋 对 然后这个棋也是流行过一段时间 黑方的这个棋可能比较稳正的 还是走马八进七 然后看红方这个马怎么动 对 有炮八平四的 有炮八平五的 如果炮八平五 他就狙击 你马八进七 他就马三进二 这个棋应该说是双方对象牵手 反正总之上马是比较好的走法 这个棋 这个樊翔冰就走了一个炮八平五 樊翔冰据说是来自武汉的学生 对 然后是正是在武汉大学大本毕业以后 是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大学 然后读研究生 应该说这个都是学业上非常出色的学子 在棋牌上进行了一个新的较量 马八进七 但是这个炮八平五 显得就稍微有一点生硬 因为还了中炮以后 毕竟你是后手棋 但是可能我们这个学子可能 没有那么 对这个棋布局那么讲究 他可能觉得 我喜欢走中炮 我先把这个当头炮 把你这个安上 这个比赛呢 就是这个据说呀 这个 北京大学呢 每年都组两到三个队伍去参赛 新闻大学也一样 那唐他你在那个北京大学这个也读了诗研书 是不是也跟广大的象棋爱好者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大学里边 怎么开着这个象棋活动 一些情况给大家聊两句 是这样 我们北京大学呢也是有那个象棋队的 而且就是我们的象棋队在高校里也算数一数二吧 那哪呢 王天一 对 然后也有董子仲 大师 还有像我们北京的一个业余好手 任刚 然后以前呢 就是有阳线 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专业的这个 也是属于半专业的一个顶尖棋手了 熟悉的一个 北京市的一个很好的棋手 我们呢 平时呢 就是每周呢 我们都会有象棋队的训练 而且呢 我们每年呢 也有什么精华杯 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对抗赛 还有南开 就是北大南开清华 这样一个 也有这些交流赛的活动 就说的 看来这个在这个高岛学院校里边 这个棋类活动还是挺多的 对 那么这个比赛呢 这个据说是北京大学呢 已经是八连冠了 把这个其他学校这个杀的是挺痛苦的 对 今年是第十一届 体现出这个优势 对 但是今年清华大学呢 终于反过一期 对 他们也是挺不容易的 然后今年是夺回冠军 也算 把我们的八连冠给争结了吧 对 应该说这个清华大学 今年呢 发挥的还是不错 这个清华大学在 我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去了一下 他们也是搞这个社团活动 因为一般在大学呀 都是由学生呢 非常集体主动的 根据这个学生们 同学们的爱好和特长啊 组织一些什么研究社呀 一些大型的或小型的社团 经常呢 在周末的课余时间开展一些活动 那么去年呢 我就是去了这个清华大学 然后呢 跟他们很多这个爱好者呢 见面 还给他们讲了讲旗 也跟他们下了几盘快旗 觉得水平还是不错的 而且有很多老师啊 同学对这个旗还挺热爱的 在这个闲暇的时候 都是通过这个下旗 以旗会友 锻炼锻炼头脑 那北京大学呢 应该说开展的更好一些 对 在前年呢 我曾经去北大呢 开了这个相机 开了相机公开课 对相机选用课 然后呢 也是有八九十名学生 这个经常来上课 最后这个得到这个选用学分的呢 也有听说有六十多个 最后 当然那个卷网没有管判 最后题是我帮这里出的 对 据说这个学生反映说 你这个题出的太难了 很多题呢 这个 大家好来说的这个 因为当时体育老师又有要求 对 这个选分呢 这个选用课 你不能都给优 所以这个题肯定要适当难一点 对 有一个优秀率的一个限制 对 所以说在此呢 也向大家这个说明一下 那好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棋吧 那走到这儿啊 红方呢 也走了一个 不是坏棋的软条 是怎么说的 本来这么说是一个病剧 就是说他本身呢 他走这招棋呢 倒不是坏棋 对 但是呢 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啊 一下走别扭了 就是说容易给黑方反击的机会 就这个其实应该正确的 应该红方应该居一平二 就赶紧出居了 然后看黑方怎么动 你要是居有平六 我就登兵 你要是马八进九 我可以炮上平虎 对 我环冲炮 那这个其他 他走了一程 他可能就 吓得有一点 想当然了 就是向其进 我补了一招 这个张家瑜 他觉得这个稳固自己阵型 但实际上呢 黑方这里啊 有一个马八进九的这个变化 马八进九 如果这一走啊 红方这个 这个河头马呀 就遭到攻击了 对 准备居有平六捉马 对 马没有什么好的位置 是 他跑二平四先 跑二平四 他有跑二进三 先进套 你这个马正好尴尬了 嗯 那你都不走这个 其实你走跑二进五 黑方呢 两个走法都可以 对 他也可以 就居有平六 你登兵我就居住进一 这样换字 更积极的 就把你打掉 这个其实红方也 也不用所得 你只能登掉 他先把你炮打掉 嗯 然后红方呢 这个两个马呢 也暂时跳不出去 好 这个说到这个 大学生这个比赛啊 北大之所以这个 呃 有这么大的优势啊 可能对这个棋牌文化 比较重视 可能有关系 对 他每年呢 就是以往啊 当然这两天好像招的少啊 以往都有这么一个 这个东令营 专门选一些棋牌的特长生 对 好 这个当然是这个 北大还是挺重视这个 北大原来有一个这个叫 呃 黎德林的啊 他是四专队的 他是你们这个北大学这个下象棋里边啊 他是学习最好的 因为他呢 不是靠这个下棋特长进去的 他是在重点中学呢 是高中啊 保送进去的 是学习优异 那后来这个黎德林是学了数学专业 那数学很难 对 学了数学 然后研究生毕业以后呢 这个分配到这个国家这个税务总局工作啊 也是从事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岗位吧 这个 黎德林也是一个才女 这个四专队的棋手 他个人最好成绩拿到了全国个人赛的第二 也是特级大师 好 对 这个前四五年还出来这个 拿英语 这个专门讲这个象棋 就是在我们中央电视台那个国际频道去播 当然可能这两年工作也忙 可能也象棋活动出来比较少了 好 呃 当然说北大的这个 刚才这个唐南说了 这个很多这个学生都是 棋都挺不错的 对我们北大现在 我们北大在那个跟清华对抗的一个精华杯比赛 我们也是现在也一直领先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可能在棋牌文化或者说 就是北大的综合方面 就是说可能招来的学生更多一些 比清华的 所以说在棋牌上优势可能会更大一些 清华的据我所知呢 好了我也跟那个张大鱼聊了聊 对 他说呢 清华也会招一些 这个但是呢 没有北大的幅度这么大 对 张大鱼当年也是挺不错的 考了将近 就是各种加分加起来 他还有数学竞赛 他数学这个奥数也学得非常好 下棋下的也非常不错 然后几项加起来有700分左右 好 这个得分 对 现在清华队也是实力也是很强劲的 由这个柳家华老师的爱徒 这个就是董文涛 董文涛 对 来带领这个清华队 然后从今年的比赛拿了冠军以后 北大的 就是刚才唐南说的那几个 任刚 董祖仲 对 这个也基本上都是我的学生 他们呢 这个都快即将毕业了 有的都毕业了 包括那个杨县 他们都是北大都读完那个 研究生 研究生以后 有的都特担工作了 对 所以说这个 现在面临着这个清华北大 这个郑雄呢 现在是各有千秋 然后黑方走居久平寺了 居久平寺以后啊 这个棋等于是洪方振兴 还是比较好的了 对 洪方也 他这回出去了 对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他现在走的是 他跳马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洪方本来看起来 走炮二平三也不错 但是他比较柔和 他是走的 对 是捕了一手 黑方走狙击 狙击 这一段的 射方下的还是有外有眼 对 走的还是可以 然后洪方炮 他炮二平三 二平三 然后黑方马三进四 就这一段棋啊 就是说双方呢 看起来有一点这个专业的水准 他实在是走的 他就马四进三 马兵灯了 其实呢 就类似这么一个阵型的 洪方还有一个什么走法 就是把它灯掉 就像患子 黑方只能去四进三 然后洪方再 炮八进四 好 这个棋呢 你照着 捉不上 你捉我打 打出去 你要注五斤 我得据二斤六 这个棋红方还是能保持一些的优势 红方的这个 视像都很工整 对 还是红方还是形势略优一些 然后他实战呢 他马三进四 一跳 他走这个 马四进三登掉了 对 这个比赛呢 这个去年 我是亲自去了现场了 这个 当然这个 这个裁判人员跟工作人员都很辛苦 对 这个大学生比赛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秩序特别好 哦 这因为这个学生素质都比较高 对 都没有这个 呃 在赛场里边这个 呃 就说的这个 就挺牛的 对 都知道 比完赛了 而且 这个大学生呢 还有很多这个 志愿者 这个后来我看有有写报道的 有的同学呢 尽管下的水平呢 并不高 但是他愿意做这个职业服务者 他通过这个 当职业服务者 当这个裁判 工作人员的这种工作呢 他也是 有所收获 得到了学习和提高 对 所以说这种比赛呢 这个 反正作为我们北京学院吧 也是非常乐于这个支持 相当于也要长稿 这次比赛仍然是在这个 中 这个中央政治学院 对 也就是中央团校 那个所在地 在那个北京市 那个西三环的 那个地方搞的 应该说还是得到了 嗯 反正这儿呢 就进入了这个 终局的这个战斗 那到底这个棋 怎么样呢 好 那我们稍后 稍事休息呢 我们回来再给大家 继续介绍 好 各位观众 各位旗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嗯 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 这个介绍这个张家云 和这个 范香冰 两位这个 大学生 旗手 这个 在北京市 高校 赛当中的 这个对决 这个旗呢 就是双方这个架子 看来大的还是比较正 对 其实 你看这个棋怎么样呢 你觉得 这个棋 感觉还是 红方好一点吧 这个红方 这个至少 那北大和清华 每年都是进行 这个精华杯 那你对张家云 是不是要更熟悉一些 对 我跟张家云 应该是下过 有三盘对局了 是吗 对 然后是两个比赛 尤其是在 今年的这个 精华杯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就碰上张家云 张家云 他应该算是 清华队的一个 主力选手 那肯定是主力 对 然后我跟他下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盘棋的时候 我就觉得 真是太巧了 因为我跟他也下过一盘 这个棋 当时我是选择的是 红方 他是后手棋 就是这个布局 就类似的这个格局 当时我也 我们也说下城是 对兵局 然后我是 你也下了马三级 马三级四这个变化 我说张家云 这么有信心就马上上了 对 当时他也是下 还中炮这个变化 不过我们那盘棋 整体也是很精彩的 一个对局 很激烈 到最后我们还是下成 鸡马炮 就是六个大子 这个围攻的一个棋 对 所以我就感觉 张家云 他是属于一个 整体来上 我觉得应该属于 一个很稳健的一个棋手 稳步进取 对 然后但那盘棋 在给我的印象 太深刻了 因为我 对 我觉得他下的 真是太精彩了 只是最后 我们俩时间紧张的时候 各有错漏 他跟你还下的接近 那应该说发挥 后来我们特意两个队之间 还交流一下那盘棋 还复了一下盘 他是这样 对 因为这个作为学生来讲 跟你这个世界气候下场 他本身也兴奋 对 他呢也难得跟你学习 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 这个 他输了也不怕 他输了你很正常 他万一要赢了你呢 他就一战成名了 对 不过我们两个人 也是压力挺大的 因为我们是代表 各自队伍的第一台 你压力是大一点 因为你是 你是职业的杀手 对 你要是跟大先生下 你输了以后 尽管是男孩 你会压力更大一点 对 开始是感觉 这个张家律下棋 是比较稳的 然后后来就觉得 他这个下棋还是挺 就是挺狠的吧 然后有时候 棋风是挺细腻的 有的时候可能狠一点 有的时候稳一点 这个都正常 对 这盘棋就感觉 我觉得他下棋 还是属于先稳不进取 那种样子 然后接下来 洪峰走泡滑天 这泡滑天呢 走得稍怪了一点 因为把自己拘躺住 不过我感觉 他是想把这个 七路马先护住 他想泡滑平七 或泡滑平六 对 你什么时候 马43登了 他就泡滑平七 这个棋呢 就是我后来看 这个对局的时候呢 这个也要感谢 他们那个清华 那个票友 他们把这棋呢 收录在微信里边了 对 我也是那个专门 有时候去他们那个 微信去看 好了 我觉得还是 借这个机会 推荐一下这笔 就是黑风这个棋 无论如何 心肝先补着像 你看他怎么走 那可能他 按实战这样想法 跑滑成七 那就不一样了 那我可能就不对局了 我可能将来 选择居平二 先这么出来 对 你具有平二 我再泡住屏一 因为你马43登了 永远也握不了草 我有二路居嘛 这儿这个棋呢 应该说是 站下还比较慢长 先飞像 先等一手 看胡汪的态度 因为你这个像 总是要飞嘛 你中炮拆了的话 不就是想飞像嘛 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来自武汉大学 现在是在中科院大学 这个读研究生的 这个范翔斌呢 他走了一个居四平八 这招棋实际是一个 在方向上有点问题 但这个居队 你也没有威胁 对 你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把自己尸项 我感觉他是想要 赶紧把居调过来 针对洪方这个 右翼的马炮 这个来走 对 这样 对了居 对掉 嗯 吃过来 吃过来 然后洪方再泡泡平气 对 这样呢 洪方倒是便宜了 为什么洪方便宜了呢 因为这个居队八 不好 完全阻挡 出狙跟队兵啊 两个手旗都没 你要是炮尔尽封住他 他就 那也可能就量居了 那还不如炮尔尽封住 封住 封住 他也可能先 先把兵队 灵魂就拱掉你吧 等下再打出来 打出来再飞个像 对 飞像他 居九平六 那居八进三保住 可能这样 这个旗形呢 还算个旗形 就这个 这个地方啊 就是看 看中我们这个 大学生 这个棋手啊 就是怎么协调 阵型 对 这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应该考虑走 炮尔尽尸 这个 可能是想着 抓 抓我不行 居八平二再过来 对 加强对你的封锁 他实在走 向三进五 那这招棋呢 也整体 也说得过去吧 但是就是在 自己的内线运子了 对 可能让洪方这个居 太顺利地出来了 对 他炮退了一步 其实我觉得 黑芳这个棋手 不太了解 但是 再据说 我查到他的资料 据说 他是在 13年的党飞下 这个盲棋这个表演 就是 一对二十一 这个盲棋记录的时候 他是参加 这个比赛的活动了 而且呢 他也是跟党飞下 是下成了一盘合举 对 看棋的话 觉得 现在大学生水平 真的是不容小视 对 看来也是铁杆齐迷 这个 能参加这个比赛的 肯定是 对这个棋 其实勤有途中的 并且也有相当的功利 或者是在 小学啊 小的时候呢 就学过 对 因为这个 凡是这个学期的孩子呢 他一般都是脑筋够用的 还是有复义的 通过学期呢 也能够不断的 开发人的这个大脑 增长智慧 对于学习呢 提高这个综合的能力呢 也是有所帮助的 接下来洪方居八几次 就是洪方呢 就是走的比较平淡 又比较 比较公正 然后呢 就看黑方这个棋呢 去怎么走 对 黑方这 这些话也是不太好调整 对 因为你这么 登兵的话呢 他打掉以后 他老怕马上进去 这个丢相 丢相他比较难下 实际上这会儿呢 可能最顽强的 还是走足三进去送掉 送足 那他也吃掉吧 吃掉他在 比如说 在平炮打一下鞠 平开 掌鞠 对 就说的 这样的情况呢 有可能我形势 会少兵 对 但是呢 我还有点先手 可能也不太想 洪方这个顺利 把这个足队看 但是他主要是你 牵着 牵着那个炮 那个炮怎么办 对 要不然就是直接走 炮入瓶期 好 族的你这不送 当然这个足也很大 有时候我也经常说 这个 不能轻易送病 要不就直接炮入瓶期 算了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如果你顶我 那我还可以保住 这个棋 红方暂时不好发力 他可能就得 就得马上退次 对 换子 因为我将来我炮的瓶子打呀 这个足以经验 我也有好气走 这儿再换掉 那就红方多个兵 然后位置要 然后他的炮再绕过来 就粗略的这么一看吧 对 因为这个黑方还可以 当然这个地方 也需要这个高难度 这个怎么调整 炮瓶期 我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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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芳骑这个马呢 由于这个鞠片里 他也很痛苦 对 他老板把这个鞠投软到 是啊 嗯 他也没什么好洗手 你马四岁六鞠 他也怕他冰三鞠 对 打掉 吃掉 就 黑芳也就赶紧 他就想赶紧把这个 一只这个马 没办法解决 他这个炮 他是这么走的 对 他实在是这么下 这个棋还是 他不会是这么走 这么走一打 把炮不捉死了 对 不好意思 错了 是这样 他换掉 他是换掉了 对 对 他平炮 平炮 对 他不能直接 对 当他换了以后 把炮就捉死了 对 我也想到然了 我以为这个 能把兵登下来 对 他这样呢 就等于又慢了 然后红方炮击瓶酒 那红方冲 他先冲了个三兵 那黑芳走什么呢 刚才这个 对 不好意思 就是是这样的 炮击瓶酒 对 然后他马四岁三登进来 对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冰三鞠 对 冰三进行冲兵 这个时候呢 这个兵又渡河了 对 黑芳 就是炮四冰三 对 炮四平三 就是黑芳呢 这炮四平三也没用 嗯 他还不是走 居酒平三呢 居酒平三干 你先调过来 对 就是如果你再炮三平三 实在不用把你飞掉 对 你将我上降 嗯 他这炮四平三呢 等于走的呢 又是 没用 对 我估计可能也是紧张了 可能这个 赶紧想是 这个解决自己的三路马 这个棋等于红方呢 最后入局走得很好 对 他先把这个编组打掉 嗯 这个兵不能 眼睁睁看着他往下走 他只能先去掉这个兵 再说 嗯 那红方抵一将 红方这几端 这段时间走得很好 对 他居八平六 一叫势 黑芳只能直 没有办法 对 红方 平炮又一打 这步步先手 对 这几步走得都非常好 他再捉 他又没办法 只能回来 然后红方居八进去再捉 这个棋等于 最后入局还是很精彩 对 最后他屁股急 又送了一个 嗯 等对方租物机一拱的时候 他马金流一蹬 这个 又吃着那个马 又打着那个炮 对 还有马林金斯 蹬这个马 嗯 所以这个黑方看 这个大死肯定 避丢了 所幸的退平政府 那么今天呢 大家看到的 是这个 北京市这个高校比赛的 一盘的精彩队局 嗯 想必大家呢 通过这个队局的观看呢 也对我们当代大学生的 这个棋艺水平 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 应该说呢 这个在大学里边 经常开展这个棋艺运动 还是有益于 我们推往这个 这个国粹象棋的 好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朋友们 再见 好 再见